2017年的12月31日 对Leo来说别具意义 因为他又再次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成功地举办了韩国跨年素食旅游团 被团员昵称阿丸的Leo 也是台里素 对于素食者出游时的需求 更是能够感同身受 因为我推素食团这是第三年了 那前几年将近七年时间都在带团 因为本身吃素嘛 吃素这个领队来吃素 随便搞个青菜搞个炒饭 你吃一吃不饿就好了 那看到一般客人也是一样 吃素有时候大家看来 哇 好可怜耶 两个人吃素 三个人吃素 人家大鱼炸肉 你就要在旁边 很像怎样 你是醒哺啊 所以看到鱼里面 就觉得非常的心酸 一直到这三年 手上试验也多了 然后开始来推动这个素食旅游 推广素食旅游三年多下来 Leo已经带着五百多人次 玩遍了大陆和东南亚各国 甚至连特殊的滑雪团 跨年团也都包办了 他这么肯拼 不为别的 只想为素食同伴们 多争取一些福利和乐趣 全世界最方便 最丰富的素食在台湾 离开台湾之后 真的是很辛苦的 那怎么去跟当地的餐厅沟通 做出符合我们台湾人需求的素食 再来就是吃素三天 都在巷子里面 哇 那个司机第一个 他要愿意配合你 要不然他就生气了 导游跟司机也要习惯吃素 所以这当中要克服的人 上面的问题非常大 要他们愿意为我们这个 特殊的团去付出 把不可能变可能 是理由开办素食旅游团的决心 而面对接踵而来的问题 和大小状况 也促使它在挫折中不断地进步 让一团比一团更完美 其实我们冬天去韩国滑雪 都是自礼餐 因为韩国的一般团 去到滑雪场都是自礼餐 因为滑雪场都是混的东西 这时候我就请导游想办法 后来他想到帮我说 我们从滑雪场的外面 城市带便当上来到滑雪场吃 我说好 哇 很开心开始滑雪了 滑一滑中午吃饭了 打开发给大家 温温的 过了一分钟之后 便当变冰的 越吃越冰越吃越冰 哇 当下我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他们 这个时候在台湾吃泡面 没有什么稀奇的对 你到滑雪场去吃 热热腾腾的泡面 那才是有感觉的 既然是素食旅游团 团员们除了三餐免烦恼 当然也会期待 能够品尝到在地的特色蔬食 其实在国外的大城市里 精致的纯素料理也纷纷登场了 当你在韩国部分 你像一般韩国所做的餐 辣炒年糕或是等等 这些都是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 就非常的丰富了 因为你这个东西一般在台湾吃不到 吃素是吃不到的 整团都是素食伙伴 大家有着共同的饮食习惯和话题 自然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 几天玩下来 感情就像家人一样好 这样的体验也就更难忘 客人们跟我们出去玩 第一个都只有感谢而已 因为其实有很多客人 遇到我之前 他们都不敢出国 他们觉得出去吃真的是麻烦 也没东西吃 但是遇到我很开心 爸爸妈妈带着就出门了 其实也不是说感谢我 我要感谢大家 因为没有他们的相信我 没有他们支持我 没有机会去呈现 这样的东西给大家看 对对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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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